大家好 平安 今天是新运功的进度 听到约书亚记是24章1到13节 我们先一起来祷告 主上帝我们向你先生感谢 谢谢你让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 能够安静思想 聆听你话语 愿意真理 喜事宁 光照我们的心 让我们可慕明白你的心意 照你的旨意来心向你先生祈求 祷告 侍奉主耶稣基督民求 阿们 好 我们今天就来看1到13节的经文 第一节 约书亚将以色列的众之派聚集在世间 招了以色列的长老 组长 审判官并官长来 他们就站在上帝面前 约书亚对众名说 耶和华 以色列的上帝如此说 古时你们的列祖就是亚伯拉罕和拿赫的父亲他啦 住在大河那边侍奉别神 我将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从大河那边带来 令他走遍迦南全地 又使他的子孙众多 把以色赐给他 又把雅各和以嫂赐给以色 将希尔山赐给以嫂为也 后来雅各和他的子孙下到埃及去了 我拆遣摩西亚伦 并赵我在埃及中所行的降灾与埃及 然后把你们领出来 我领你们列祖出埃及 他们就到了红海 埃及人带领车辆马兵追赶你们列祖到红海 你们列祖埃求耶和华 他就使你们和埃及人中间黑暗了 又使海水淹没埃及人 我在埃及所行的事你们亲眼见过 你们在旷野也居住了许多年日 我领你们到约旦河东亚摩利人所住之地 他们与你们征战 我将他们交在你们手中你们便得了他们的地为也 我也在你们面前将他们灭绝 那时摩央王西波的儿子巴勒起来攻击以色列人 打发人招了比尔的儿子巴兰来助逐你们 我不肯听巴兰的话 所以他到为你们连连祝福 这样我便救你们脱离巴勒的手 你们过了约大河 到了耶利哥人、亚摩利人、比利喜人、迦南人、赫人、格加萨人、西魏人、耶布斯人都与你们征战 我把他们交在你们手里 我打发黄蜂飞在你们面前 将亚摩利人的恶王从你们面前演出 并不是用你的刀 也不是用你的弓 我赐给你们地土 非你们所修制的 我赐给你们诚意 非你们所建造的 你们住在其中 又得吃 非你们又得吃你们 非你们所栽种的葡萄园 橄榄园的骨子 好 在吸引过分享 我不常直接读整段经文 但是在我们刚刚听到这段经文当中 其实就很快速的来回顾了上帝拯救的历史 如果我们仔细读 其实也是很有意思 比方说我们过去读家福 都是谁生谁谁生谁 对不对 但是这边又说 把谁谁谁赐给谁 但是这边提到说 是的 这个上帝跟他的百姓立约 这个前提是 而且过去的确神就跟以色列的祖先 已经如此带领带领他们 而且他们又亲身经历了上帝这些恩惠 人常常很快就忘记 我之前偶尔开玩笑 讲到说还是会开开玩笑 说我都会有自信 我早上讲到可能下午会有就忘记了 因为年纪稍长 可能早上今天下午就忘 你忘记了什么事就忘记 即使上帝带领是如此的奇妙 在我们刚才听到那些回顾 那个救恩历史当中 那些事件如果一听 好像还有一点点印象 但是百姓就是容易忘记 一忘记就不知道走去哪了 迷了路了 当然我们可以简短的 把刚刚那些历史有些分段 二到四节提到 上帝怎样选招这些列祖 五到七节是讲到初埃及 记最精华的历程 然后八到十节是在约南河东得胜 然后十一到十三节 讲到进迦南的部分 那但是还有一次 如果我们就是因为刚才很快听 我这样读过去 那如果你坐下来 好好再翻圣经 找来看 上帝有很多主动的动作 比方说第三节是我带领 然后第四节是神赐给 然后第五节讲说我差遣 第六第八节 想到我领带领的领 然后一十节我不肯听 第十节我救 然后第十一节我教 第十二节我打发 十三节我赐给 仿佛在提醒我们一件事情 试得上帝才是历史的主宰 百姓跟列祖就这样子惊艳 但是神才是主宰 他主动来成就这一切 所以以这百姓可以在迦南地 生存生活是上帝的主权 并不是他们多厉害 完全不是 我们是怎样认识我们上帝 我们还记得 在我生命当中那救恩的历史吗 还是忘了 慢慢的却也远离神了 我们再祷告 今天主上帝我们向你先来感谢 谢谢你如此的爱我们 也带领我们经历过你整册的过程 主帮助我们不要成为那健忘的人 而是牢牢谨记 祝你才是掌权的神 你是历史的主宰 你也掌控我们的生命 全主继续施恩 圣灵引领保守 带领我们继续向前行 在你面前向你卸上祈求 祷告是奉主耶稣 基督的名求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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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